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刚从花卉市场买回来的杜尖花 如何养护才能保证这个花苞不会大面积的凋谢 因为杜尖花在买回来之前都是在大棚里面养殖的 所以说到了一个新环境之后 它很容易掉花苞 所以说我们买回来之后一定要记得做好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不要换盘 这个应该大家很容易做到 那么第二件事就是给它清理这些杂质 大家看到没有它会掉染很多这种叶片 一定要清理干净 然后就是给它做一遍杀菌防护 那就是用多菌磷 因为多菌磷是养花必备的一种杀菌药 那么我们按照正确的比例对水给它喷一喷底部 因为上面部分是有花苞的 所以我们就不要喷一下底部 然后再给它浇一次透水 就是用多菌磷对熬水之后给它浇进行杀菌杀毒 一防接下来我们就把它放到通风 阴凉的地方来养护 不要给它晒太阳 还有一个就是千万不要给它施肥 这个时候施肥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因为本身它的肥比较足才能开花 当然了当它适应了新环境之后 我们适当的给它施点肥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大家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不能给它施肥 也不能给它过度的浇水 这个过程大概在15天左右就可以了 15天过后你就可以给它换盘 但是这个土尽量不要动它 这就是刚买回来的杜芊花 我们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好了我们下期见